那义气聪明汤呢 出自东环师校方俊武 那具有利目广大 久福无内外障 耳鸣耳聋之患 那主治饮食不洁 劳逸行体 脐味不足 得内障耳鸣或者是多年的木案 事物不能 简单的说呀 就是这个汤呢 喝上一阵子呀 就可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和一对聪慧的耳朵 精神抖擞 神清气爽 祖方呢我打在评论区 如果有需要的呢 可以收藏一下 那既然呀 这个叫义气聪明汤呢 补中义气呀 当然是主要的功能 方中黄芪党参甘草啊 都是用来补养脾味的 生气生羊的 那另外呢 它方中啊 有一味药呢 用的特别好 那就是麦精子 它呢药性生发 清理头目 可以治疗中气不足 清阳不生的头晕头痛 耳鸣耳聋 经椎不利 那义气聪明汤呢 由麦精子和戈根啊 生麻 相配我啊 生羊局限的同时呢 清理头目 舒散风热 那用后啊 可以感觉头脑清醒 耳聪目明 那整个世界呢 都好像更明亮了一样 那但是也这个汤呢 它也只适合于 脾气虚弱之症 那舌体胖大 脉细弱 如果呢 呃 是麦跳有力 蛇虹 胎 黄厚呢 就不适用了 那这个方子呢 特别适用于脾虚气弱 导致的耳目红花 记忆力衰退 精神不振 头痛 头晕 中气不足的人群 尤其是常年做办公室 消耗心血呢 又不能每天一万步的懒人 那这种懒呢 不是真的懒 而是气虚 头脑不灵光呢 也不是真的笨 而是清阳不生 眼花耳鸣呢 也不是真的老了 是假性的衰老 深重体胖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里面